中美空军混编联队 中美空军混编联队轰炸击大对方 KW三金一中卫是无线电炮手 他曾在驻印美军基地接受培训 并在中国空军已服役五年 拳击比赛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部前 国际拳击比赛金手套获得着马克康恩长 未正在指导中国军人打拳 美式拳击不受中国人喜欢 因此在中国并不流行 与拳击一样不受欢迎的运动还有橄榄球 意识到这一点的体育教官们想尽办法 鼓励中国军人学习拳击 空军军事学校一所空军学校的学员们 正在教室里上课 美国培养的中国战斗机飞行员 九经沙场的中国战斗机飞行员们都已经是战斗在抗日第一线的老将们 除为他们在中国某空军基地和引游念 照片中的军人们都曾在美国接受训练 并学成回国担当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任 空中游击对日军轰炸机一次次单击出动 袭击扫射战区之外的目标 给中国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中国空军碎堵支精干战斗机飞行员 以游击方式驱逐骚扰中国民众的日军飞机 照片中一名飞行员刚刚完成驱逐任务后驾驶飞机降落 中国飞行员们在起飞前接受指导 照片中的这些年轻的飞行员 在1938年5月20日飞越日本领空并投下了传单 空军军事学校一个班级的学员 正在研究电路图篮球比赛 中国军人VS美国飞行员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司令部篮球 在中国是一项很受欢迎的运动 中美两国军人间经常组织比赛 他们会随时随地组织比赛 然后依靠各自的技巧和灵活性战胜对手 编辑 既我弩学社张广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欢迎订阅喜欢我